佩洛西窜台打开了亚太地缘政治的潘多拉摩赫,美国成功将祸水东营,把全球局势紧张的焦点转移到了亚太,为反制西方政客窜台,中国大陆在台岛周围进行实战演训的正义之决,却被以低期为代表的西方颠倒黑白,倒打一耙,望眼中方应避免加剧台海局势。 这也成了北约在亚太张目的借口,西方联合军演动作频频。 在上周每日含加傲,在夏威夷进行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后,使其国联合军演正式在19日与澳大利亚北部开启,这场代号为漆黑的空中联合军演,参与国数量创历史之罪,涵盖了欧洲、亚洲、北美洲、大洋洲主要国家。 其中亚洲又涵盖东亚、东南亚及中东地区,融合了北约、五眼联盟、印太四国安全机制等。 美国主导的大小圈子,其中得日含是首次参加该军演。 虽然说漆黑军演是例行公事,且召集者是澳大利亚,但是漆黑军演启动的时点非常微妙。 即政治俄乌战争、台海局势紧张,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之际,这是一次美国极其盟友在亚太秀肌肉的群体表演。 目标对准的是谁,大家都心知肚明。 而真正让荣品感到危险的,不是美国纠集了这么多国家搞这么大阵仗的军演,而是对德国和日本的松绑幅度和步子更大更快了。 让德国和日本参加军演,这才是比军演更让人值得警惕的事情。 事实上,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松绑早就开始了,为了对付中国。 美国背弃了二战以来的和平契约,几对战败过德国和日本实行长期的军事限制,使两国不能成为能战国家。 现在的美国正在一点点地纵容德日摆脱军事限制。 大家应该还记得,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,德国只承诺给乌克兰援助物签订头盔自尾,因此还受到了嘲笑。 此前乌克兰曾多次请求德国,提供包括军舰和防空系统在内的武器和军事装备,以抵御俄罗斯可能发动的袭击。 但德国政府始终拒绝。 但有一件事发生后,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态度出现了大转弯,那就是提高军费。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,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,德国今年将追加一千有欧元预算,用于军事建设, 而且今后每年的军费开支,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2%的门槛。 名义上是俄乌战争后,美国要求北约成员过防务支出。 要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2%的目标,德国此句好像是美国所迫,但实际上是德国求之不得的事情。 这意味着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,确立的防务政策基本取向已发生骤变。 德国的军费增长,看似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的,但这只不过是德国蓄谋已久的事情。 德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,更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引擎。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却与目前的经济总量完全不匹配。 他也希望能在北约和欧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,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。 在欧洲拥有更多的话语权,德国被军事松绑后,开始对乌克兰援助先进重型武器。 德国7月公布了一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完整清单,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一篮子军事援助。 包括从德国联邦国防军仓库运送,以及按行业运送致命和非致命设备。 内容包括武器、弹药、燃料、医疗用品等。 作为2022年预算流程的一部分,德国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增加到21欧元。 从这份清单中得知,乌克兰将能够接收德国制造的中程防空系统,还包括自行榴弹炮7台、铁拳3型火箭筒3000件,独自导弹500件, 舰2式便携式防空导弹2700件,还在准备阶段的猎豹防空坦克和黄鼠狼步兵战车等。 此次使其过联合军演,德国军机奔袭万里来亚太秀肌肉,释放的信号值得警惕。 自8月15日起,德国方面向亚太地区派遣多架战机,参加多场联合军演。 德国空军现役主义战斗机,欧洲台风战机也参演。 德国空军出动了13架战机飞往亚太地区,其中包括6架台风战斗机、私架运输机和3架多用途加油机。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德国首度将其战机派到亚太地区。 在参加军演的欧洲国家中,英国是AUKUS成员,英法是五眼联盟成员。 而德国只是北约成员国,让德国来参加军演,其实显露了美国制衡中俄的显用性。 此举在外界看来,德国是在向中国展现实力,同时也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。 德国今后将积极参与印太地区的军事事务。 正如军事分析家叶夫·谢耶夫所指出的,美国已将德国拖入一场对地区安全,造成危险后果的重大地缘政治博弈中。 美国正准备利用德国作为AUKUS和北约的纽带。 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政治联盟的企图昭然若杰。 德国空军参议军演,明面上是澳大利亚操办,但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作主,并得到美国许可的。 言外之意就是,德国也要加入美国组建的繁华联盟。 虽然德空军司令否认此举是在向中国发出威胁信息,但不可否认的是,此举透露出来的就是德国的不安分。 德国很可能因为此举而音小失大。 如果因为对中国的挑衅行为而受到反制或经济制裁,德国市场加速与中国脱钩。 那么根据德国智库的测算,如果欧盟和德国与中国脱钩,德国将遭受相当于英国脱欧16倍的损失。 但是对于德国政客特别是右翼势力而言,没有比解除军事限制,更让他们感到兴奋的事情了。 即使付出经济利益的代价也在所不惜,之前被俄罗斯减少优器供给如是,此后若被中国减少贸易往来,或许也如是。 与德国相比,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松绑显得更为露骨。 就因为日本是美国干预台海和朝鲜半岛局势的马前卒,也是强化美国在印台地区控制力的落脚点和操板。 从安倍喊出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,就是美日同盟有势的歪力携说以来,日本在右翼化的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而安倍遇刺身亡,直接推动了岸田政府的修宪进程,以及日本防卫力量的提升。 从乌克兰危机升级到佩洛西参访中国台湾地区,岸田政府意味追随美国颠倒黑白,是非不分。 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湾问题强行挂钩,在台湾问题、南海问题上对话说三道四。 大肆渲染日本周边安全环境,其国际形势日益严峻,为日本修宪扩军普鲁。 野心勃勃的岸田政府声称,要延续安倍的扩军之路,极力推动军费提到BDP的2%以上。 在五年内彻底强化防卫力,日本海资在升级改装出云级轻型航母,而一旦改装完毕,日本海资列装航母,就意味着海资从原先的专守防御,转变为了远洋进攻。 日本正在对出云级加和号,进行航母化改装,不同于此前的出云号,加和号将进行换头数。 换装新的船头,从而加打甲板链机,搭载更多的舰载机,同时满足F-35B隐身战斗机,短距离起降的要求。 日本之所以敢拥有航母,就是美国纵容的一个结果。 日本拥有航母是该国突破和平宪法的一个新动作。 这对于日本的战备能力的提高,是非常显著的。 美国向来不允许日本在军事上有什么发展,现在一声不吭, 甚至纵容日本装备航母。 目的很明确,那就是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。 为了能够遏制中国,美国不惜放开狗链子,日本参加军演完全是为了自己的野心。 日本和韩国情况不同,日方并不存在外部的威胁, 但日本政府一直都在积极推进修宪一事。 明显日本是想在军事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 这样一来就能让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得到提升。 并且进入美军还一直企图和日韩一起打造反导体系, 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导弹。 如今美国已经丝毫不隐藏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野心了。 而放开狗链子的后果是,日本加速军事战备。 面对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势力,我们一定要极以高度警惕。 对日本的一切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击,打消日本的嚣张气焰。 绝对不能让历史的悲剧再度上演。 感谢观看